大家好 我这一颗芦荟经常给它砍上一两刀 所以现在长成这种老庄的形状 我觉得它的观想价值 跟平时我们养的芦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我给它经常砍这一两刀 就是把底下的这些老叶片给它砍掉 因为这样做的目的 它就会不断的往上生长 生长一些新叶片出来 那么这一条老庄就会越长越高 由于现在是芦荟快速的生长期 所以我给它砍掉之后 再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 我用的这个复合肥是荷兰进口的 那么它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 比较均衡 比较全面 这样的话就不会担心 我们的芦荟会缺乏某种营养元素 导致生长不良 所以说平时我们养花 用这种荷兰进口的塑效复合肥 会比其他的三盐复合肥 效果好处很多 可能很多花友会对这种养护方法不太理解 但是对我来说 只要我自己喜欢 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 我就喜欢它这种感觉 如果大家也看腻了自己的芦荟 也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